天堂的乐比较久 但是也是会有玩的一天 再上去社界天 社界天是什么 是喜 欢喜的喜 欢喜的喜 你禅定打坐 修四禅八定 修行禅定 你会产生法喜 我们学佛人知道什么叫法喜 离开了异界的乐 就得到法喜 上升到社界天 第二重天 就是社界天 那么这个社界天这个社 不是表示人间的这个社 而是它是光明 是一种静 非常亮丽的光明 那一种社 是一种无量光 那么你能够修到有法喜出现 禅定有法喜 就是社界天 就是社界天 有喜 社界天 是因为你舍掉了 欲界天的乐 修禅定 得到了法喜 今天我们修十轮金刚法 入定 入定的时间很短 十轮金刚降临在师尊的身上 很快的 你就得到法喜 因为你的中脉啊 已经通了 它会产生光明 光出来了 显现光了 你就生在社界天 欲界天 欲界天是怎么修呢 气 在你的身上能够运行 你得到了那一种快乐 就是欲界天的乐 当你这个佛菩萨的加持力 进入你的身中 你的中脉完全通了 这个光产生了 光明产生了 静光产生了 你就得到法喜 那个时候你欲界的 这一种就没有了 所谓这个财 色 明 食 碎 这一种欲望都没有 你只剩下了喜 所谓这个喜 就是禅定的法喜 你吃什么呢 禅定的法喜吃什么呢 以禅业为食 吃的 就是禅定的法喜 当你到了色界天以上 没有热 没有喜 你把热也抛弃了 把喜也抛弃了 剩下的就是舍 舍 就是舍 不是snake 那个舍 是舍弃的舍 舍掉的舍 你把热也舍弃了 欲界的欲望也舍掉了 你把禅定的法喜也舍掉了 你进入到五不环天 五不环天 第一个天 叫做五环天 没有烦恼的天 没有烦恼的天 我在那里碰到一个地址 我们生活的地址 生活中的地址在五不环天 那已经差不多是罗汉的境界 第一个天 叫做五环天 这个五环天 谁在那里 联品上市 我看到联品上市很惊讶 我说 你怎么在这里 我怕一条 你怎么在这里 你怎么在五不环天 他告诉我 他因为 他把 他原来有病 就是他的心脏有病 每天都等着死亡 等待着死亡 他这个心脏有装一个电池 帮助他心脏跳动 每天在等待死亡 他把死看破了 把生死看破了 把一切烦恼看破了 一些烦恼啊 很多烦恼 很多烦恼 他全部看破了 生死一如了 告诉你 一如 一如啊 你能够到一如 救到无环天了 烦恼没有了 为什么呢 烦恼就是菩提吗 菩提就是烦恼吗 这个世间的人 谁没有烦恼 任何人都有烦恼 但是你把烦恼 看成不是烦恼 你就成就了 烦恼就是菩提 他的病很重 心脏有病 随时准备死亡 他看破了 先生 他看破了 儿女 他看破了 钱财 他看破了 他所有的欲望 看破了 所以他在无环天 没有环恼的天 就是五不环天的第一天 就是无环天 他生死一如 看破 所以他生到无环天 无环天的第二个天 就是无热天 什么叫无热天 是不是天气 不能 也不热 刚刚好 就是无热天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所谓的无热天 按照我进去里面 我觉悟到的 我敢说的 就是因为他有佛化两个字 就是图灯达吉上师给我写的 自知众生戒哄字 自知众生戒哄字 这个Hom 从哪里出来的 是阿 变成Hom 是Om 变成阿 这个Hom是什么 代表什么 代表众生 代表你的源头 代表你的本尊 代表你的佛化 我到了无热天 见到一个人 我们生活中的弟子 告诉你 棉花铁印 是刚才站起来 刚才站起来 合掌 他的Hassman 他在无热天 那是罗汉境界 在修的话 已经七向罗汉 为什么他会到那个境界 因为罗汉教他 阿罗汉 他教他 众生啊 都有佛性 众生都可以成佛 所以七世成佛 不是假的 你受了十人金刚的观点 七世可以成佛 你有一天啊 你会碰到一个人跟你讲 你本来就是佛 你一定可以成佛 只要你的机缘到了 只要你的缘分到了 你受了十轮金刚的灌顶 七世就可以成佛 棉花铁印在无热天 我碰到了 我说你怎么在这里 他说我本来就在这里 我说你写什么 他写什么呢 他写无声 没有生啊 我们哪里有生 因为你生来又会死啊 根本就没有生啊 很多的众生啊 都是无声的 你在理上讲起来都是无声的 不是没有声音的这个生啊 是没有出生的这个生啊 因为生跟死啊 根本就是一样的东西嘛 你死了也不是生吗 你生了也不是死吗 有生必有死吗 有死必有生吗 是一样的东西啊 所以根本就没有来啊 这世界上我根本没有来啊 留下什么 没有 你留下什么 你到底能够得到什么 没有 你到底能够留下什么 没有 你到底享受过什么呢 也是没有啊 那个有啊 都跟做梦一样的 根本就是梦 根本就是梵 没有的 所以他在那里写无声 他写什么呢 他还跟我讲 他写杀贼 杀贼啊 什么搞的去杀贼啊 那哪里有贼呢 天下本无贼 天下有贼 东西被拖了就是贼拖了 那个谁A钱啊 这个台湾人想想 某某某A钱 A钱就是偷钱啊 偷钱就是贼啊 怎么会他写杀贼 意思就是讲 杀掉所有的欲望啊 杀掉眼睛的欲望 杀掉耳朵的欲望 杀掉鼻子的欲望 杀掉舌头的欲望 杀掉身体的欲望 杀掉这个 这个意念的欲望 杀掉要脚人 是这一段时间的欲望 杀掉湾人 然后就贴维 然后就贴维 的地方